我經常都跟同事說 我是不懂的那個 你們懂的那個 我不會有不懂的那個領導懂的那個 我會和你一起合作做事 你告訴我怎樣做 我就盡量去配合 令到你各個專科發展得最好 今天煮的菜就叫腰果肉丁 對於一些我們以前到醫學院的醫學生 其實這是很深層熱意義的菜 我當時宿舍因為沒東西吃 很多時候朋友一起吃 夜馬椒夜我也有份子煮的 好像很香 這個豬肉很脆 這個很香 好多謝大家 又到我們這個卓建明家的妙手人心節目 Morris 你好 我是湯偉聰醫生 我的拍檔Morris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我很尊敬的 陳家亮院長 Richard 你好 Morris 多謝大家邀請 陳院長是中大醫學院的院長 他也是我的師兄 我今天很高興 亦很榮幸請你過來 分享一下他的自己的生活 醫學院的發展 以及他對未來 我們這些年輕人的看法 一場師兄弟不要那麼客氣 今天我首先煮了一個菜 菜對於我們來說很有意義 但已經被大家和工作人員吃了七七八八 這就是腰果肉丁 對於我來說是很深刻的 因為最初我們在醫學院其實很辛苦 經常考試都很擔心 考試前 我們就會去餐廳吃飯 叫做這個菜 有兩個含意 第一就是腰果 就是腰果 腰果 第二個含意就是育丁 就是希望有distinction 我只是要過而已 Francis 陳院長 其實就是distinction 那你是第幾屆 我是第五屆 我是第三屆 我第三屆 其實湯醫生說得對的 我們那些年代其實很慘 剛剛醫學院成立了沒有多久 畢業生都沒有 我們屬於一些叫做孤兒仔 沒有名分沒有性 這個應受性就非常之低 所以那些年代我們要很努力 和大家其他人差不多是不夠的 我們一定要做到比別人更加好才有我們認受 那你第三屆即是19多少年 我是1988年畢業的 我是1990年畢業的 所以我們已經是100年多了 那當時一屆收多少個 我那屆收入是80個學生 畢業是50個 我那屆收入是100個學生 60多個一起畢業 不過上屆是跌下來的 我們有些人跌到下屆 那其實壓力很大很大 當年到醫療學校 都不是等閒的 當年我們都各五關斬六將 跟現在差不多 才開讀醫學院 那時代有沒有拔占 好像說是拔占 其實那些年代 入來讀醫學院 雖然我們讀這間 值值無名本地醫學院 入來都是聰明的聰明 那時候我們真的很辛酸 當年醫學院 那種叫拔占 好像說不用考完 即是叫做 到我之後那屆就有了 叫做暫趣 你們沒有拔占 我當年是考高等程度 即是考試的 那院長那時是高級程度 是嗎 其實我那個年代 都有些叫變相拔占 即是不用那時候考A級程度 那但是正如剛才的唐醫生所說 正是一間新的醫學院 因為那時候香港 還是根據英國 那個叫做GMC來決定 給不給一個牌 認不認你 那不是你開了一間醫學院 有些英國 澳洲 各方面地方來的大教授 你就可以了 叫看你們醫學生的畢業 畢業出來的那個成績 成就水平 才決定批不批 英國那個牌給你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壓力 就是說你們不努力的話 畢業之後都沒有用 那時候我們的資源 亦都沒有現在那麼多 我記得以前我們最初 上課 上課 在聯合醫院的貨櫃裏上課 即是只找過貨櫃搬進來 是的 為什麼呢 我們當年 威爾斯七王醫院 因為種種緣故 就這個耽誤了那個落成的時間 變成我們要出去醫院的時候 沒有教學醫院 出現沒有一間醫院 預置收我們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唯一一間 就是當年的觀塘 那間基督教聯合醫院 不是現在這間 這麼橫位這麼大 當年的聯合醫院是很小的 即是不在這個位置 對這個位置 只不過是一個很小的醫院 怎麼可以安裝到我們醫學生 又沒有教學設施 就在不知哪裏 攜充貨櫃碼 找兩個貨櫃 就擺在外面的草地那裏 你們在裏面上課 過夜 當時在那裏過夜 我們真的在那些地方過夜 但都是冷氣的 不重要的 我們覺得能夠有得出醫院 有地方讓我們蹲蹲 那時很多地方沒有冷氣 我們住宿舍都沒有冷氣 我記得當年 其實說回頭 雖然那些日子是艱苦 但是很開心的 因為為什麼呢 正正就是 那個日子艱苦 我們自己 即是教授和學生之間 我們師兄弟之間 感情好像是一個大家庭 因為我們自己不照顧自己 沒有人會可憐我們 亦因為 生活艱苦 我們才知道要咬緊牙關 努力向上 才能夠短短幾十年間 一個直直無名的 本地醫學院 變成一個現在都做得相當不錯的地方 Francis 你知道嗎 我現在 但我現在就沒有了 我早幾年 還在晚上做夢 夢見我 去考試 去拿成績 走過百萬大道 入醫學院 那時 Pretinical 去那個地下的地方 然後看那個成績公佈 即是有多少同學是不合格 GEOY 即是Purviva 就不太多 distinction 我們當時說考試真是害怕的 所以這個腰果肉丁是一個很深印象的美食材 對呀 逢考試之前一定確定要吃腰果肉丁 其實專業都很大壓力 我記得當時我在港大讀法論 也是一年收幾十個 但是我記得收五十個 也有十個可以留下或出考 那都害怕的 即是五十個只有一個 那時有個笑話 有一點而粗匹的 即是說如果不用你考試 不過要你吃一些不應該吃的動物的 東排絲物 定一話口子 竟然大家都舉手 吃動物的排絲物 即是當時害怕得不得了 因為你出了校或留班或轉去其他地方 即是不知為何跟真職朋友交流 特別是我們當時出路 其實就不像現在那麼多出路 因為進入醫學院 如果不能進入醫學院 我想對我來說是人生 人生一個崩潰的事情 所以當年大家的壓力的確是很大 但是時間真的慘了 是的 青春歲月 即是現在多少十年了 今年剛剛好四十年 四十年的時間 我好奇問你們男女比例是怎樣的 我們當年女同學是很稀有珍貴的品種 現在就一比一了 那時候稀有到只有五隻手指數 還是數不足? 都有十幾二十個女生 我那班做幾個同學 很難才找到女同學做老婆 你知道嗎? 就Francis找到我的同學 我的同學是Francis太大 那你要檢討一下 我也要檢討一下 但是真的沒辦法 有些東西不是我控制的 例如我生個帥不帥 讀書帥不帥 說話思不思文 急不急人 這些我真的控制不了 湯醫生當然是這個 因為儀表出眾 但是現在好很多 現在就是一比一 但其實我們沒有定要收多少男生 多少女生 剛好這麼巧 過往十年都是 一半男生一半女生 面試之後又不錯 多好 收入都是一半一半 我想問問一個私心比例 有多少個學生 有多少個教職員 那校舍有多少間 其實呢 學生很多 因為以往 我們年代醫學院 只有醫科生 現在我們醫學院 不只是醫科生 有藥劑 中醫 公共衛生 甚至乎 生物醫學都是我們 所以有幾千個學生 如果整個醫學院 以教授來說 大約四百多個是全職 但是依靠四百多個全職 根本是不能夠照顧那麼多學生 所以我們也很依賴很多 兼職 或者是榮譽的教授 例如醫管局 很多都是我們的榮譽 那你壓力也很大 我最初以為 醫學院是一個醫生 你剛才數到五六個 你每天就在五六個 要掙扎一下 自己不會認識那麼多東西 幸好 很多真是聰明人 我經常都跟同事說 我是不認識那個 你們認識那個 我不會有不認識那個 領導認識那個 我會跟你一起合作做事 你告訴我怎樣做 我就盡量去配合 令到你各個專科 發展得最好 這是管治的精髓 你做了院長有多久 我做了院長 我做了院長七年 已經省眼了 其實我想說 我作為一個中大醫學院的 早期畢業生 有我們中大的畢業生 做院長 是覺得很榮幸 我覺得是很開心 亦都是我今節其中的機會 亦都是一壓汗的 是否之前就請外國人 又不是外國人 但不是中大醫學院的畢業生 那即是陳遠祥是第一個 是第一個 我是很幸運 亦都是大學都很放膽 給一個 不是很夠經驗 年輕優惠 其實超過一個年輕的醫學院 當初建立成立的需要有些很有德高望重的人來做的 所以現在過往都很快自己做了幾年時間 希望剩下幾年也做得更加好一點 那你會不會整個醫學院走在中大醫學院的最好的歷史 那個醫學院是你 暫時 還未是 等我完成了之後 應該是 即是中大醫學院還有人比你更加資歷深? 作為一個院長 我還未算是最長時間的那個 即是做一些同事是比你耐久的? 有的 那你希望這個過程快一點還是來一點? 其實我很享受現在做這個醫學院的院長 因為我有班很好的同事幫我忙 希望剩下的日子可以做得更加蒸蒸日上 好啊 那我們這節就講完了 那我們下一節再探討中大醫學院的發展 好啊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給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芯片